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 29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 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赵乐际 韩正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颁授仪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主持 九十曲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集体乘坐里兵车从驻地出发 由国兵护卫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高情红旗的礼兵分裂道路两侧 国家勋章和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沿着红毯涉及而上 进入人民大会堂东门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领导堂制 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欢迎 国家功勋 向您指定 欢迎 欢迎 国家功勋 向您指定 欢迎 国家功勋 向您指定 欢迎 国家功勋 向您指定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气氛热烈庄重 据幅红色背景板上 共和国勋章 有意勋章 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图案 意义生辉 背景板前 十八面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分裂两侧 十八名英姿挺拔的解放军仪仗队礼兵 在寿勋台两侧持枪助力 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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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t センチ 价 费 请全体体力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 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王沪宁宣读习近平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主席令指出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隆重表彰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 做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 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根据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13次会议的决定 授予渔民等8人共和国勋章 授予劳尔卡斯特罗鲁斯等6人 有意勋章 授予叶培剑等28人 国家荣誉称号 两名护旗手高晴五星红旗 三名礼兵手捧共和国勋章 有意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 迈着雄剑的步伐行进到仪式剑场 在雄壮激昂的向祖国致敬乐曲声中 习近平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主 一一颁首勋章奖章 现在颁首共和国勋章 申计兰出心不改的农村先进模范 孙家栋 两弹一星援军 李延年 志愿军一级英雄各等功臣 张富青 西北野战军各等功臣 战斗英雄 袁龙平 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 黄旭华 黄旭华 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社鼓师 独悠悠 中医药科技矿金的优秀代表 现在颁首 有意勋章 劳尔卡斯特罗鲁斯 中国与古巴关系的重要奠基人 勋章由古巴驻华大使 拉米雷斯带领 马哈扎克里 施林峰公主 中泰友好的杰出使者 萨利姆 萨利姆爱哈迈国萨利姆 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巩固和促进中国与坦桑尼亚 中国与非洲友好合作 做出杰出奉献 勋章由萨利姆女儿 马亚姆萨利姆带领 加林纳 维尼阿米诺夫纳 布里科瓦 俄罗斯对华友好代表人物 让皮埃尔拉法兰 长期致力于积极推动国际社会 各官全面认知工作 伊沙白科瓦克 新中国英语教学的破坊主 现在颁寿国家荣誉称号奖章 于一 人民教育家 王蒙 人民艺术家 王文教 人民凯模 王友德 人民凯模 王启宁 人民凯模 王启宁 人民凯模 王启宁 人民凯模 不如马汉毛乐朵 人民泰国 叶培健 人民科学家 麦贤德 人民英雄 李道玉 外交工作杰出奉献者 都贵马 人民泰国 热地 民族团结 杰出奉献者 高明轩 人民教育家 高德荣 人民泰国 人民泰国 郭兰英 人民艺术家 董建华 一国两制 民族团结出奉献者 环锦师 文物保护 结出奉献者 少仙队员 向这些功勋魔幻人物献上美丽的鲜花 敬礼致意 敬礼致意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我代表党中央 全国 人大 国务院 和中央军委 向今天 获得 共和国 寻章 和国家 荣誉 称号 的英雄 模范 获得 友谊 寻章的 国际友人 表示热烈的祝贺 致以崇高的敬意 习近平指出 今天受表彰的国家寻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是千千万万 为党和人民事业 做出贡献的杰出人士的代表 他们身上 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他们的事迹和贡献 将永远写在 共和国史册上 习近平强调 崇尚英雄 才会产生英雄 争作英雄 才能英雄辈出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 对英雄模范的表彰 今天 我们以最高规格 褒奖英雄模范 就是要弘扬他们身上展现的 忠诚 执着 朴实的鲜明品格 英雄模范们 都对党和人民事业 始至不渝 百折不挠 都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冲锋陷阵 顽强拼搏 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忘我工作 无私奉献 其中很多同志 都是做隐姓埋名人 干惊天动地式的典型 展现了一种伟大的 无我境界 习近平指出 英雄模范们 一切平凡的人 都可以获得 不平凡的人生 一切平凡的工作 都可以创造 不平凡的成就 习近平强调 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 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 用坚定的信仰 信念 信心 影响更多的人 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关心 关怀 关爱 英雄模范 推动全社会 敬仰英雄 学习英雄 用实际行动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贡献力量 习近平指出 今天受到表彰的 还有长期给予我们 支持和帮助的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好朋友 我们衷心感谢他们 对中国发展 做出的贡献 中国人民 愿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让我们这个星球 越来越美好 习近平最后说 一切伟大成就 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 一切伟大事业 都需要在既往开来中推进 新时代 必将是大有可为的时代 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 要像英雄模范那样坚守 像英雄模范那样奋斗 共同谱写 新时代 人民共和国的 壮丽凯歌 仪式上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黄旭华 友谊勋章获得者 马哈扎克里·施林通 代表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发言 颁寿仪式后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同大家合影留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 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央军委委员 出席颁寿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 和北京市负责同志 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 所在单位代表 八一勋章获得者 全国先进模范人物代表 有关国家驻华使节 各界干部群众代表等 约一千人参加颁寿仪式 三勺 台表 北京市负责